如果你喜欢生吞活鱼 那么这道日本的活鱼饮料 你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是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饮料 虽然在外国人看来有些恐怖 但是对小日本而言 却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现在跟随摄像头 来到日本卖活鱼饮料的一个小摊位 这位摊主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 他的活鱼饮料很受当地人的欢迎 甚至为了买到活鱼饮料 当地人不惜排很长时间的队 活鱼饮料的主角 是一种日本特色小银鱼 小银鱼的个头非常小 刚刚出生几天 就被渔民打捞出来 由于年龄太小 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 所以日本的传统观念认为 这时候的小银鱼并没有细菌 不必要高温消毒 可以直接当饮品饮用 由于小银鱼对水质的要求很高 所以刚打捞出来的小银鱼 必须存放在特制的恒温袋子里 以免小银鱼死亡 由于小银鱼打捞不易 存放不易 所以活鱼饮料的价格也是相当贵的 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是买不起的 对于日本的这种饮食文化 大家不要过于惊讶 因为日本四面环海 生吃海鲜 已经有很多年的传统 并且对生吃海鲜 情有独钟 所以把活鱼制成饮料 也就不足为奇了 摊主拿出高脚杯 用漏勺将小银鱼放入里面 用高脚杯饮用才有一种仪式感 可以提高活鱼饮料的档次 吸引富家子弟前来饮用